好啊 感谢主让我们又能够再次的来敬拜他 来在他的里面领受丰富的信息 那今天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要透过诗篇三十六篇第五到第十节 我觉得这段是一段非常美的经文 他前半部讲到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 后半部他说到上帝他向我们有何等慈爱 还有慷慨的心也是一个邀请 我想透过这段经文 作为我们今天敬拜的一个好像一个预备心 让我们来朝见 让我们来投向这位愿意向我们敞开的主 好我们一起来诵读投影片上的这段经文 请 耶和华 你的慈爱上极诸天 你的信实达到穷仓 你的公义好像高山 你的判断如同深渊 耶和华啊 人民深处你都救过 神啊 你的慈爱何其宝贵 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阴下 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肝得以饱足 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和的水 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 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愿你尝试慈爱给认识你的人 常以公义带心里正直的人 耶和华乐意我们在他的喜乐的泉源里面 欢然取水 因为他给我们喜乐的泉源 他也给我们生命的源头 感谢主我们在他的里面 可以得着真实丰盛的生命 所以弟兄姐妹我邀请你 如果你方便的话 从座位上起立 因为他邀请我们 在他的乐和里 欢然取水 他的水是让我们永远不可的 也是让我们在他里面 可以得着力量 得见真光的 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声音 用我们的知己 我们要来敬拜他哦 喜的河流 来充满我 神明圈圆来照顾我 有的同心不再惧怕 无论何处紧紧跟随 我们一起做的动作 我要行走 我要walk walk walk in the river 我要跳跳 jump in the river 我要dance dance dance in the river of joy 好 再一次哦 要用行走的 我要walk walk walk in the river 我要jump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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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river 我要dance dance dance in the river of joy 好 感觉大家早上还没有舒展筋骨哦 所以呢待会我们要用更放松的肢体 更喜乐的心来庆贺 因为他喜乐的泉源就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要跳进去哦 好 预备好了吗 好了 OK 我们预备来咯 喜乐河流 喜乐河流 来充满我 来充满我 生命泉源 来教管我 有你同心 不再惧怕 无论何处紧紧跟随 你们一位来了 我还叫我that you say 我要walk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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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river 我要jump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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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river 我要dance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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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river of joy jeden团处最初 сдел by 好的 try again 我要walk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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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river 我要jump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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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river 我要dance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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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formance 再唱一次喔 加油 我要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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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river 我要 ju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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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river 我要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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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river of joy 喜樂河流 喜樂河流來充滿我 生命全員來教管我 有你同心 不再懼怕 無論何處 緊緊跟隨 無論何處 緊緊跟隨 無論何處 緊緊跟隨 我們同聲開口來讚美祂 祂是慈愛是公義是奇妙的 同聲來讚美祂 主事的我們是讚美祢 讚美祢因為祂是慈愛 因為祂是慈愛的神 說我們讚美祢 讚美祢是喜樂的神 讚美祢也是我們的力量 讚美祢是我們的挑戰神 從祢敬拜祢的神聖 主事的我們讚美祢 我們敬拜祢 讚美祢是我們力量的全員 讚美祢是我們的源頭 讚美祢的愛天天的向我們顯明 主啊 謝謝祢 因為祢的慈愛是長闊高深的 主祢的愛是長闊高深的 主祢的愛也是永不止息的 謝謝祢的愛 願意臨到我們 謝謝祢的愛 願意在我們每一個人的生命當中工作 主啊 是的 我們願意更多的思想 更多的親近 也更多的感謝祢 因為祢的愛是奇妙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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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所做一切 是多麼奇妙 祢所給我的愛 我無法解釋 我只知道我曾是喪盡被尋回 曾下眼睛卻看見 每讓我想到這一切 就說完感謝 祢所做一切 祢所做一切 是多麼奇妙 祢所給我的愛 我無法解釋 我只知道我曾是喪盡被尋回 曾下眼睛卻看見 每當我想到這一切 就充滿感謝 感謝祢 感謝祢 因為祢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 就為我們死 感謝祢 因為祢的愛 是鴉傷的蘆尾 祢不折斷 僵殘的燈火 祢也不吹熄的 感謝祢 祢的愛 是不是看我們所做 乃是祢樂意親近我們 感謝祢 祢的愛 是主動靠近的愛 感謝祢的愛 感謝祢的愛 是願意犧牲 願意替換的愛 這就是祢的愛 所以接下來這一次呢 我們要把 剛剛我們唱的是祢 但現在我們要來唱 祢 因為這是主 為我們所做的一切 祢所做一切 是多麼奇妙 你所給我的愛 我無法解釋 我只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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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是藏 盡悲 尋下眼睛全看見 每當我想到這一切 siete 수를看開一次 protocols 招待 的燈 我不能 我只 Tom 鋒 向天 全 我只知道我曾失踪 尽被尋回 曾瞎眼睛却看见 每当我想到这一切 就充满感谢 在圣经里面说 人心里所想的 口里就发出来 圣经也说 我们栽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不知道在过去的这个星期里 你的生活是开心 快乐 愤怒 沮丧 有时候 它是因着我们的思想而来的 所以我要邀请各位 不要再想你的难处 不要再想 为什么上帝还不来救我 让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来思想 想祂 想祂的爱 想祂的拯救 想祂的怜悯 想祂的丰富 我们有点时间来思想祂 我们有点时间来思想祂 奇妙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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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的爱是奇妙的 奇妙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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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的爱是奇妙的 奇妙的爱 开口向祂唱 奇妙的爱 我需要你奇妙的爱 奇妙的爱 更多的交换我 奇妙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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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我想到这一切 就充满感谢 每当我想到这一切 就充满感谢 每当我想到这一切 就充满感谢 耶稣今天早晨我们将我们的心带到祢的面前来 主啊祢说祢要保守祢心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乃是由心发出的 也许我们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 主我们受伤了 主我们挫折了 主啊我们疲惫了 但主甚至当我们没有能力保护我们自己心的时候 祢接手把我们这颗心握在祢的手掌心上 主啊祢的爱就是如此的奇妙 今天早晨 求祢收纳我们的心 透过维伦牧师今天早上的信息 透过整个礼拜 让我们被祢奇妙的爱再次的触摸 让我们被祢奇妙的爱拥抱 让我们被祢奇妙的爱来医治 让我们被祢奇妙的爱来更新 让我们被祢奇妙的爱来鼓励 让我们被祢奇妙的爱来鼓励 主啊是的祢的爱是奇妙的 祢的爱是长阔高深的 主啊祢的爱就是我们的力量 主啊祢的爱就是我们的生命 主啊今天早晨 祢的百姓带着敞开的心来到祢面前 求祢向我们彰显祢的爱 浇灌祢的爱 这是我们的渴慕 也是我们的祷告 是我们的祈求 愿让我们在祢面前的敬拜 等候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我们仍然站立把时间交给司会 我们一起来读 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白 我们信上帝 创造统治人与万物的独一真神 祂是历史与世界的主 施行审判和拯救 祂的儿子从圣灵投胎 由童贞女玛利亚降生为人 成为我们的弟兄 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 借着祂的受苦 定十字架使复活 彰显了上帝的仁爱与公义 使我们与上帝复合 祂的灵就是圣灵 住在我们中间 是人力使我们在万民中做见证 直到主再来 我们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 记载祂的救赎 作为我们信仰与生活的准则 我们信教会是上帝子民的团契 蒙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 做和解的使者 是普世的且根植于本地 认同所有的住民 通过爱与受苦 而成为盼望的记号 我们信 能借着上帝的恩典而悔改 罪得赦免 以虔诚能爱与现身的生活 归荣耀于上帝 我们信 上帝赐给人有尊严 才能以及乡土 使人有分于他的创造 负责任与他一起管理世界 因此能有社会 政治及经济的制度 也有文艺科学 且有遵求真神的心 但是人有罪 勿用这些恩事 破坏人万物与上帝的关系 所以能当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 他要使人从罪恶中得释放 使受压迫的人得自由平等 在基督里成为新创造的人 使世界成为他的国度 充满公义平安与喜乐 阿们 请坐 现在我们请林俊宏弟兄做见证 好 大家好我是俊宏 我今天的见证要从网路七层开始讲 不知道大家有听过这个东西吗 那是指一个试图让世界上各种电脑 互相连上网路的一种标准框架 我今天要从刚刚的七层开始说 我大学念的是资讯工程 刚刚毕业的时候 我去应征了一家公司 我记得在面试的前几天 我感觉一定会问到七层这个问题 所以我特别把它再看了一次 没想到在面试的时候 果然就问了这一题 于是我流利的把答案说出来 但是他接着问 这里面每项分别是做什么的 不过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没有得到这份工作 在这个同时 得知了教会在找干事的消息 所以我就跟美末主任说我要报名 之后经过了一连串的过程 我成为教会的干事 在这个事情上我体会到上帝的预备 对我来说和平教会是我从小成长的地方 在华神的时候 我曾经跟着当时的干事们 做过印周报 夹周报等等的事情 没想到现在成为我每周力行的工作 我感觉上帝居然让我这么早就开始实习 真是奇妙 回想过去的一年当中 我发觉这是一个神奇的工作 有时候有水有电一切顺利 但有的时候突然很多琐碎的事情跟活动一直在忙 原本想一件接一件的继续进行 不过当我在认真做一件事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几个人告诉我 哪里的灯不亮 或是说他要报名要缴费 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每个都记得 这是还要学习的地方 相信上帝会给我智慧找到好的方法 也在这个工作中体会到上帝的供应 有例如我们在福音周报上的讲道篇 前一阵子的时候存档不够 文本很担心会没办法完成福音周报 但是很奇妙的在我担心的时候 存档越来越多 这让我想到前一阵子在全职同工祷告会的时间 一起研读神供应的教材 里面有一篇刚好说到 亚伯拉罕县以撒的时候 上帝为他预备羊羔的事 也让我相信上帝必预备 最后的最后 也请大家跟我一起同工 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与爱护 让我们一起同工 使我们的家更加美好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俊宏的见证 我们现在一起为俊宏祷告 慈悲爱我们的父神 我们深深的感谢你 因为你在俊宏还在母父的时候 你就拣选了他 让他降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里 从小他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 你也一路带领着他 预备了他 主啊我们为此献上感谢 但是我们也知道 人生有许多的路途 我们要经过 有许多的事情 是我们要学习的 你安排的俊宏 在教会的各样事工当中 与人群接触 与人接洽 处理事情 主啊恳求你赐给他智慧 使他能够了解事情的轻重缓击 也帮助他能够掌握时间 做最合你心意的事 主谢谢你卷选的俊宏 让他在我们的当中 成为我们的帮助 也成为我们的祝福 愿神亲自带领引导他 使他在信仰的路上 一步一步的跟随你 使他在信仰的路上 一步一步的得到主你的装备 主我们深深的感谢 都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我们很高兴 在我们当中 有两位新朋友 是来探望亲友的 一位是图白和 先生王石翠夫妻 他在楼上 OK 很感谢 因为他是来探望亲友的 大概不知 对不起 在我们的楼上 他不知道我们第三堂 要在第三楼 非常的欢迎 欢迎你们 感谢 我们接下去 消息报告 有很多的消息 要知道 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活动 如果你们刚刚进来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楼有很多的摊位 没错 因为有许多的宣教机构 在今天有摆摊的活动 希望大家能够参加 会后如果你有时间 也欢迎你去参观我们的约翰馆 约翰馆到今天 仍旧有花运样彩 五六七绘画班的班长 那个绘画展览 欢迎大家去 好 今天的主要的就是 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两点 那摆摊 希望大家去参观 然后呢 现场不进行现金奉献 如果你有意愿 你可以为他们奉献 接下 那一个重要的消息 今天下午两点 在6F03 我们有敬拜团的意向分享会 我们欢迎全教会对敬拜 有负担 或想了解更多的兄姐 我们直接前往参加 另外在下下礼拜 不是明天哦 是11月4号的晚上六点半 我们有台大的爱心晚会 在台大医院低洞十楼的电梯间 欢迎兄弟姐妹一起参与 当天直接就前往可以了 预备受洗转集的弟兄姐妹 请从现在开始呢 就可以向办公室报名 洗礼学道班的时间是 11月9号 16号 23号 在晚上七点半到九点 于6F03教室 另外呢 一个好消息 是我们全教会的同工感恩参会 所有参与的人呢 你可以呢 缴500块 但是如果你是在教会的同工呢 教会补助400块 你只要缴100块钱的报名会就可以了 地点在哪里 就是在海霸王 在中山北路 很好吃 我吃过 好 可以报名 那教会呢 那教会呢 也成真干事一名 当我们教会的干事实在是不简单 且也很辛苦 刚才俊宏都已经说了 不过呢 他得到很多的装备 也得到很多的造就 我相信当过的人都与我心有栖栖焉 所以呢 提起勇气 报名吧 另外呢 我们昨天很高兴 我们教会 易军姐的女儿 陈真 她结婚了 她要嫁到国外去 昨天呢 享受了大家美美的祝福 分离了在五楼举行 她嫁给外国人 不过她的夫婿对她很好 我们呢 也呢 隔着海洋来为她祝福 好 接下去呢 我们一起祷告 请大家呢 站起来 慈悲爱我们的父神 我们知道我们要亲近你 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喜乐 跳跃的来歌颂赞美你 主啊 愿我们的歌声上达于天 愿我们的心向你敞开 主啊 是的 向你敞开 如音长次 主啊 当我们的心向你敞开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跟你清新土一 主 我们谢谢你 因为这对我们来讲 是何等的宝贵 主 我们也感谢你 因为你是改变我们生命的主 当我们等一下聆听牧师 讲到两个妇女的改变的时候 主啊 当你的爱触摸了她 她们的生命就得到欢转 她们的生命就得到改变 她们的生命就充满了喜乐跟赞美 主啊 我们也需要这样子的翻转 这样子的相遇 这样子的医治 愿你的圣灵亲自的带领 使我们不单单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 使我们不单单有如同约拿丹 这样与我们相挺的朋友 我们也有如同约丹 当我们犯错的时候 给予我们指证 也帮助我们能够成为这样的人 现在世界有非常多的混乱 主啊 愿你圣灵亲自的带领跟看顾 也保守台湾 能够成为一个资讯真实的地方 因为实在有太多的假消息 让我们困惑迷惑 求你开我们的眼 开我们的心 开我们的耳 能够知道真实的消息 我们也为我们教会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巴不得每一个人 都有属灵的同伴 来带领我们 陪伴我们 也愿我们成人部 各个长者 他们都能够在身心灵方面 得到主女的眷顾 跟主女的帮助 使他们在步入老年的时候 仍然觉得人生是更加美好的 喜乐的 而大家能够相同的聚在一起 我们也为教母团队祷告 保守眷顾 光圣牧师与师母 他们在各个方面 整个家庭蒙受主女的祝福 为南原教会的同工 当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主要我们知道 人生中许多的困顿 乃是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学习更加美好的机会 让我们能够深深的体会 如果许多的训练与困难 都是出于你 那我们就默然无语 因为我们需要得到这样的造就 也愿你圣灵带领 为南原教会预备一个好的地方 我们也为远在缅甸传福音的广福 及唯一牧师祷告 愿圣灵与他们全家同在 使他们在那边能够有更好的学习 更加的适应 让福音的种子 撒在缅甸的地区 因为我们知道 那个地方的孩子 那个地方的人 是多么的需要福音的浇灌 如同早年 马杰博士来到台湾的时候 造就帮助了我们 主啊 愿你的手 亲自的带领他们的工作 愿他们的工作 得蒙主你的喜悦 主谢谢你 我们也为教会有病痛的人 有不能来到我们当中的人祷告 愿你圣灵与他们同在 也与他们的家人同在 保守看顾 主感谢你的恩典 今天开我们的眼 开我们的耳 更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聆听你的话语 透过维罗牧师的传讲 让我们更加的感谢你 我们这样感恩祷告 都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请坐 我忘掉了 再请站起来 一起唱奉献的诗歌 奉献的诗歌 奉献的诗歌 今天的诗歌 优优独播 130b 领域 浅алось披尔 第一生蹦 Hum 请大臣 虔诚奉献 全身心 永远为主主 佛神 阿们 请坐 奉献是基督徒感谢上帝恩典的一种回应 出于甘心乐意的人将经历他丰盛的赏识 我们的奉献箱放在三楼和一楼的接待处 谢谢 公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圣经路加福音八章四十到五十六节 路加福音八章四十节 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 因为他们都等候着他 有一个会堂主管名叫耶路 来伏伏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到他家里去 因为他有一个独生女约十二岁快要死了 耶稣去的时候众人处勇着他 有一个女人患了经血不止的病有十二年 在医生手里花见了一身所有的 但没有人能治好他 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碎子 精血立刻止住了 耶稣说摸我的人是谁 众人都不承认 彼得说老师 众人勇勇集集紧靠着你 耶稣说 有人摸了我 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 那女人知道 那女人知道瞒不住了 那女人知道瞒不住了 就站站金金地扶扶在耶稣跟前 把摸他的缘故 和怎样立刻痊愈的事 当着众人都说出来 耶稣对他说 女儿你的信救了你 平安地回去吧 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 有人从会堂主管的家里来 说 你的女儿死了 不要劳驾老师了 耶稣听见就对他说 不要怕 只要信 他必得痊愈 耶稣到了他的家 除了彼得 约翰 雅各 和女儿的父母 不许别人同他进去 众人都在为这女孩哀哭垂胸 耶稣说 不要哭 他不是死了 是睡着了 他们知道他已经死了 就嘲笑耶稣 耶稣拉着他的手 呼叫着 孩子起来吧 他的灵魂就回来了 他立刻起来 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 他的父母非常惊奇 耶稣吩咐他们 不要把所发生的事 告诉任何人 今天本坛的牧师 要传讲的信息是 两个女人的信仰之路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想在第三堂礼拜当中 我们透过前面一起来敬拜神 刚刚那个要走路还要跳 我觉得好久没有这样来敬拜上帝 却想到在在旧约的时候 当大卫迎接约会 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就是那一个发自内心的一种的心智 或许不是我们平常所习惯的样子 但却也可以在那当中一起来学习 怎么样那种很自在的 用跳舞唱歌各样的方式来敬拜神 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在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 《两个女人的信仰之路》 在今天的信息里因为主角是两个女人 所以会用比较多一些从女性的角度来看 女性在灵性上 在生活上信仰上面对的挑战 或许对我们当中的弟兄 不是说今天的信息就没有对你来说话 但也在当中有时候 我们可以在锁定一些对象当中的里面 透过这样的信息来帮助我们大家 今天经文记载耶稣所讲的 行过的两个神迹 有一日管会堂的这个叶鲁的女儿 还有一位血肉的妇人 圣经记载这段记载的神迹 跟耶稣其他大多数的神迹 有一些地方不一样 是因为耶稣在这个记载里面 好像两个故事两个事件是穿插在这当中的 我们要问的是福音书里面 所记载耶稣的这个神迹 他其实没有把所有耶稣的神迹都写下来 他需要经过一些安排 因为有作者说要是把耶稣 在世上所做所行的神迹都写 这个世界会容纳不下 但为什么我们要问的是 为什么福音书的作者用这样的方式写下来 我们今天要透过圣经文体结构的方式 看见这两个女人的信仰之路 而我们要透过她们这样的一个历程 对我们的敬拜还有彼此陪伴 有什么样的提醒跟鼓励 这样的经文在这段记载里 显明是两个事件所造成 A的事件讲到一半的时候 突然插入另外的B的事件 然后当B的事件完成以后 又跳回A的事件继续来进行 然后圣经的学者将这样的文体结构 叫做三明治的结构 不用讲应该很清楚 就是三明治的结构 肚子有点饿了 在这样的结构里 作者在这样的叙述里面 有三个特点跟效果 所以我们因着这样的结构 我们要从这三点一起来看 等一下要看特点一是 中间如果有这样的结构的时候 里面的人物有类似的地方 互相预指强化整个叙述的 这样的一个动力 我们等下看有什么样的 一样的地方 类似的地方 第二 透过这样的一个有前面 然后中间又回到原本的地方 头尾呼应 其实要凸显中间这样的叙述 而第三个特色是 这样当这个头开头以后 透过中间这样的叙述 然后呢 会延续跟加强了什么呢 加强了张力 还有一种期待 使之后 那个最后的结尾 显得更加的圆满 好像还有点抽象 不过我们就 一起来从这个角度来看 从这三个特点来看 这一段经文的记载 到底路加这个作者 他让我们从里面看见什么 首先我们先看第一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 从当中的人物有什么类似的地方 互相指涉 强化了叙述的动力 耶稣当然是里面的主角 他来医治这两个需要的女性 但当中这两个女性 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他们两个都没有名字 没有圣经都没有写到他们的名字 他们有些不一样 但如果我们仔细去看 这段的记载里 都有个数字 在里面是什么 十二 对这个女性来说 对那个十二岁 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十二岁的少女 她的爸爸耶鲁来找耶稣 马上伏伏在她的面前 恳求她 带耶稣要回到她家去医治她的女儿 十二岁 在当时这样的年纪来看 因为那时候的年纪 那时候的人比较早婚 而且大家的岁数也比较短 所以如果从我们的 比较早的经验 在耶稣那个时代 十二岁的犹太的少女 已经可以润及婚嫁了 所以如果听到这样的讯息的人 一个十二岁的女孩 快要可以 爸爸要帮她来做一个好的婚事 然后我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快要死了 我们会感叹 一个十二岁的生命好短 好可惜 不是吗 但接着第二部分提到一个 一个患了血肉的病 十二年的一个妇人 十二年到底是多长 用我们的这个台湾的经验来说 假设我们从国小一年级的时候 你有个同学 一个女同学她生病 然后就跟着她 看了她去看病 然后从国小一年级到小学毕业 因为刚好你又跟她 国中同班 她继续生病 然后又过了三年的时间 还没有好 高中 高中 很漫长的一个时间 很漫长的一个时间 不是吗 十二年对你来说到底长或短 我们感叹 我们感叹她一个十二岁的生命好快 好可惜 却又感叹一个病了十二年的一个女性 在她生命 而且她说她花尽了她所有的积蓄 还没有好 这十二年也真的太长太悲惨 这个故事里面的两个女性 都跟十二连上关系 不管待长或太短 却是她们都有一种苦难的生活 都被带到耶稣的面前 期待耶稣能够成为她们的帮助 作为一个在台湾成长的男生来说 我有时候不是那么完全能够了解 作为女性的难处更不方便 虽然台湾在两性性别的一些的平等的程度上 有做过一些的统计跟调查 在亚洲里面比起日本 比起韩国 或比起东南亚一些国家 台湾总是排行第一 但我相信在我们女性的生命经验里 还是有好些的难处 随着我结婚 随着小孩成长 随着有子女住在我们家 牧师就变成住在女生宿舍里面 慢慢的也有些体会 女生要特别要注意这个身体的胖瘦 要不要化妆 然后要不要做些事情 然后在身体当每个月 有一些的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那样的影响 也看见在两性之间 好像上班的妇女 需要承担一些回家 承担担担担担 妈妈跟妻子的角色 比起爸爸跟先生的角色来说 在家庭里面的负担 好像自然而然就比较多 也有听到在工作上 虽然我们说在工作职场上 努力的表现 却看见好像女性在这上面 不管是升迁或努力 或是一些刻板的印象上 遇到一些挑战 也不时有时候会听见 关于性骚扰的事情 男性好像比较少 不管是口语的或是行为上的 我相信在这些当中 女性的一些的难处 不仅在提到这个时候 好像这里面的两位 她们生命中的难处 来到耶稣的面前 或许推定要我们听见这样的 一个叙述神迹的故事的里面 女性的一些的连接点 我们也跟里面的这两位女性 有些连结 渴望来到耶稣的面前 渴望将我们生命当中 的一些的需要 或是渴望我们当中的一些的人 我们的男性 为着爱的自己的女儿 或是自己的母亲 所爱的人 将姐妹们的需要 带到耶稣的面前 其次第二个特点 在讲完他们的类似之后 第二个特点 是他们有一个同样的苦难 带到耶稣的面前 而特点二 借着头尾呼应 要凸显中间这样的记载 中间的记载意思是说 两个故事里面中间这个记载 是成为焦点 所以我们先看看 这个焦点中间的这记载 这个血肉的女人 她是谁 这位12年血肉的一个女人 我想她身体应该没有很健康 她应该贫血很久 对不对 所以是一个可能瘦弱 长相的一个女人 这个病12年的血肉的女人 花尽了一切的积蓄 她可能没有很多的 成为一个贫穷的人 这个血肉的女人 她因为没有人能够医治她 我相信在那12年的当中 她在不同的地方听见哪里 有什么样的人可以帮忙医治 她就去就去 善尽的这些的财物不打紧 我相信她的生命当中 有一种破碎 一种失望在她的生命里面 而且除了这些的原因之外 不管是健康 不管是她的财富 不管是她内心的这些的伤痛之外 根据当时犹太人的律法 在旌旗 在月经过程的人是不洁净的 所以她那时候不能去敬拜神 不能进到圣殿 不能在会堂里面 当有人摸住 接触到这样的人的时候 那个人也会成为不洁净 所以我们看见她不仅是在健康财务上的困难 她也被阻隔在一个上帝子民的群体里 她总是在那边缘 甚至别人要跟她保持距离 而这一次 这一个病了12年血肉的女人 她趁着群众拥挤耶稣的时候 偷偷的来到耶稣的身旁 而在那里抓住耶稣衣裳上的穗子 抓住摸这件事情 动词在原文里面 其实更具体的写 是紧紧的抓住 我们可以想象这人很多的时候 这个女性她想尽办法靠近耶稣 然后伸出手 抓住耶稣背后的这个衣裳的穗子 而她一抓马上奇妙的感受到 那个血肉粒子停止了 牧师没有办法体验 那是什么样的感觉 但接着耶稣 问了一个问题说 谁摸了我 当场大家觉得奇怪 说谁摸了我 那个奇怪是当场的人觉得奇怪是 包括彼得他会跳出来说 主耶稣这么多人在旁边 你说谁摸了你 大家都靠着你 你说的是什么 但对那个不在场的我们 我们感觉也奇怪 是耶稣要是 他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神的时候 他怎么会知道谁 他怎么会不知道 谁摸了他不是吗 所以对当时的人 对我们来说 为什么耶稣要问大家说 谁摸了我 是不是耶稣找 他为什么要 如果耶稣早已知道 他为什么要这样问 他是不是要这血肉的妇人做些什么 那个妇人感觉到他自己不能隐藏 他战战兢兢的浮浮在耶稣的面前 说起他的病得了医治 我想耶稣问话的目的 是要让这位蒙 蒙拯救医治的妇人 将他所经历的有机会说出来 勇敢的在众人面前说见证 因为耶稣这样的态度 后续他说的不是指责 因为耶稣接着对他说 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了 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的回去了 女儿是一个温柔的称呼 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 这句话是路加在路加福音记载好几次 除了这里以外在第七章十七章十八章 不同有身体上需要的人来到耶稣面前 耶稣都说因着信 你的信救了你 而且给他祝福平平安安的回去了 耶稣当着众人的面 要这位得意志的女性有机会说出这样的感谢 耶稣也因着这样赞赏他的信心 除了除去他长久身体上的疾病以外 耶稣知道他还有些需要 有可能在那十二年的生命当中 他成为一个很自卑 还没有自信心的人 有可能在那个过程里 他没有办法跟别人 因着别人的眼光 他看待自己也是一个在边缘的人 但耶稣要他勇敢的在众人面前说起上帝 在他生命当中所做的事 他要勇敢的可以在那里跟大家一样 他勇敢的站出来跟大家在一起 而且得到耶稣的祝福 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 我们想像一个可能 从来没有在美光灯中的那一个人 突然在那里蒙受恩典 他不是偷偷地 再偷偷地来偷偷地回去 他可以在那里 一起赞美神 感谢耶稣 耶稣要医治他的 不仅是身体上的疾病 耶稣看得更清楚 有他灵性的需求 有他与上帝的关系 与人的关系 耶稣都要医治 那灵性的医治也包括 他与人之间的关系 还有他怎么样看自己 不是吗 再回到这一位 妇人凭着信心 紧紧抓住耶稣这样的行动 除了得了医治以外 其实我们从这一复的情景当中 又看见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因着耶稣所问的那句话 谁摸了我 怎么说呢 我们想对周围有那么多的人 拥挤靠在耶稣的身旁 到底这群人他们想要什么 他们渴望靠近耶稣 听耶稣说话 或是他们有些人可能是 看热闹的 他们都来到耶稣的身旁 但唯独耶稣问 谁摸了我 因为是那一个妇人 有一个很强烈的渴望 他渴望能够紧紧抓住耶稣 或容许牧师再做进一步的衍生 来和平教会做礼拜 人其实也不少 但是否在我们当中 你是那一个渴望摸着耶稣的人吗 你是那个渴望紧紧抓住耶稣 因为你有需要 你渴望耶稣来医治你 不管是肉体 不管是灵性 不管是人与人的关系 或是你看自己的 这样的眼光 还是我们在这个当中 虽然不能说教会是来看热闹的 教会好像没什么地方可以看热闹 但有时候我们来教会 却形成一种习惯 养成一个来教会的习惯 照理讲应该是个好习惯 对不对 时间到了应该要来教会 每个礼拜要是没有来觉得怪怪的 这应该是个好的习惯 但会不会因此只养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好习惯 但是渐渐的渐渐的让那个要来教会当中 敬拜神 亲近神的那个心智 少了那样的渴慕 或是在那当中 当我们曾在生命过程里 过去的一个礼拜里经历上帝 何等的丰富的恩典 我们却没有带着一个感恩的心 好渴望来这里将荣耀归给神 与别人分享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有一个像血肉妇人那样的渴慕吗 在每一次 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 他真是一个好的习惯 还是习惯里面我们依然有一种渴慕 要在这里来抓住神 在上帝面前摆上我们的需要 而当我们得到上帝的医治的时候 得到上帝的应许的时候 我们迫不及切 迫不期待的在这里 希望献上我们的感谢 就像刚刚我们所唱的歌 在敬拜的当中 对神表达我们的内心 与他的连结跟感恩 透过今年教会年度的目标 是礼拜年 让我们成为同来敬拜的属灵伙伴 在这样的一个目标 教会的年度目标 其实最深的一种盼望 是恢复我们每个人 每一个人来到主面前 的那一种对亲近上帝的渴慕 日子也过得好快 已经十月就快要结束了 也让我们一起思想 在教会好些的活动目标 鼓励大家这样做 我是否在这过程里 我养成来礼拜的好习惯 我养成在这当中 还有一种深切的渴慕 每一次来都是一种心 预备来亲近神 这样的渴慕 也需要化成一些具体的行动 那个行动可能是什么 是我们可以提早到 来到教会里面安静 在这里能够亲近神 我想预备心来跟上帝的时候 跟匆匆忙忙进来的时候 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那行动也包括 可以我们可以往前坐近一点 我站在前面 因为我去看过那个 去看那些演唱会 或什么的票 前面那个五月天前面的演唱会 的票好贵啊 是买不下去的 我说怎么有人可以这样刷下去 就五六千块呢 牧师有一次经验 是跟教会弟兄姐妹一起 要去看一个会 会友的音乐会在中原大学 然后那天路不是那么熟 我很久没去中原大学 除了去清宣那一次 后来很久都没去 开车然后到停车 我说校园这么大 那个音乐听在哪里 又找了好久 然后一到的时候 发了一些很糗的事 音乐会已经开始 里面有声音 然后我带着几位弟兄姐妹 同车的人站在门口 他不让我们进去 我说我们很想去 然后发现后面还有那个 学校的好像教务长还是谁 还不让他进去 他说要等那个音乐会 然后我们就在外面 有点尴尬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办 就在那里等 然后等到第一首歌完了的时候 开个小门 赶快找个位置坐进去 那个经验给我蛮深的感受是 后来我就知道音乐会要早点到 然后去听音乐会的时候 我们也会知道时间要到 因为他们就说 时间到了门就关起来 还好教会没有关门 对不对 但或许我想来到教会 不是要听哪个师班 有什么样美好 最很棒的演出 或是哪个牧师 很会分享上帝的话 我们是一科 单单要透过整个礼拜 预备好我们的心来朝见神的 求神保守也带领我们 牧师爷语重心长地说 让我们来礼拜 从一个心态 那个渴慕也反映在我们的时间上面 因着这样你会经历 也会体验到 在礼拜当中的领受 会比那匆匆忙忙 赶进来的时间 会更多 我在想 在这当中是 神所悦纳的 上帝悦纳那一个可慕的人 来到面前 紧紧抓住他 这样的行为 上帝也悦纳 通耶稣也悦纳 能够怀着感恩的心 将这个说出来 不然好像没有完全 让他有机会 在这样的群体当中 在那个环境当中 表达感谢 藉由头尾呼应中间的记载 这是整个神迹 这段记载里面 最要强调的地方 接续第三个部分 要提的是说 在开头之后 中间这一段的延续 透过中间这一段的延续 加强了张力 有张力也有期待 而最后 为了最后的结局有更完美 的解决有更完美 更为完美 怎么说呢 耶稣在对于血肉妇人 最后一句话是 女儿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的去吧 但接着还在说这话的时候 回到原本的那个 三明治的第三下一面的时候 还话说的时候 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 出来说你的女儿死了 不要劳动夫子 请注意在这里看见 一个女儿刚经历医治 但另外一个女儿被告知 你的女儿死了 已经来不及了 好像当中产生了一种张力 在那个地方 哇 到底怎么办 我想这也是作者 在当中一个线索 把这些事情串在一起 而在这当中 耶稣在里面 就对这位深爱女儿的父亲 对他说 不要怕 只要信 思想这一段 不要怕 只要信这样的话 这一个耶鲁 带着耶稣跟门徒 还有一群人 我想他们也想要看 到底发生什么事的 要走回去 真不知道那段路有多长 我在设想那一位 真的这段路 真的不是一段简简单单 在说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就好的路 而这位当地管会堂的 这个艾鲁 的耶鲁 我想能够成为 犹太社群里面一个这样的人 一定也是一个地方受人尊敬的人 他为着他的女儿愿意 来到耶稣面前 俯伏来拜他 我相信这个过程当中 他的内心是慌张 是挂虑的 挂虑他的女儿 甚至挂虑他的太太 还有家里的其他人 不知道他太太 受不受得了这样的事情 后来怎么样 但却他真实经历 听见耶稣的话 不要怕 只要信 到同时也相信 他刚经历 耶稣医治的一个女儿 那个病了12年的血肉的妇人 虽然在那过程当中 有可能他们两个人是不认识 或许在路上遇到的时候 也要保持一个距离 因为管会堂的 如果他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女人 摸到的时候 对他来说 他需要做很多的捷径 但没有想到一个这样一个默默无名的 长期被隔绝在这个社群之外的血肉的妇人 竟然成为这一位 人人尊重 尊敬了管会堂的人 他信心的帮助者 不是吗 接着耶稣到他家 他吩咐彼得 约翰雅各 还有只有他的父母亲能够进去 在那里 这时候家里的人为他来哀哭 圣经的学者有说 甚至当时的习俗 因为那个巴勒斯坦的地方比较炎热 死了之后马上就很快就要埋葬 然后他们有一些跟台 这我们的华人有点像的 那个浩鹿去帮忙哭啊 所以哭得很很很盛大 所以当耶稣说不要哭 他不是死了只是睡了 然后耶稣受到嘲笑 我就在想那个哭得很很很 很伤心的人怎么忽然可以嘲笑耶稣 那个中间如果要演戏 不知道怎么演 那就笑耶稣 很难 或许他是职业的 所以可以马上转换 圣经没有写那么多 但是在进入那经文里面去想 但嘲笑这件事情 我们的耶稣被嘲笑 是因着从我角度来想 是他们真的认定这个小女孩已经死了 真的是死了 但却耶稣进到屋里 拉着这个女孩的手 对他说女孩起来吧 马可福音里面同样这段记载 还特别引用了一段 写说耶稣用 讲了一句话叫做 大力搭古米 这不是什么样的咒语 他是那个亚兰文直接翻译 也就是说耶稣用他们很熟悉当地的语言 叫这个女孩子醒过来 我们看见耶稣何等的亲切 而这第二个女孩就醒了 整个叙述的结尾是十分的圆满 而且在那当中 两个女儿都得到医治 而且后面的医治超过前面的医治 后面的神迹超过前面的神迹 不是吗 虽然中间经过大难过 大惊讶 最后有大的喜乐 当然这段经文最后的一句 也要一道做一下说明跟解释 经文最后结束在 耶稣嘱咐他们 不要把所有的事 不要把他做的事告诉人 为什么 我们听见那个血肉的妇人 当他依耶稣事行拯救的时候 耶稣要他讲出来 大家知道 但为什么在这里耶稣又说不要讲 到底这当中耶稣是标准不一吗 还是当中有些什么样的原因 耶稣知道 嘱咐他们 告诉他们不要讲 甚至如果只是一群人爱看热闹的 只是传闻说耶稣做了什么神迹 然后讲出来 那只是徒征耶稣的困扰 或在他当中只是引起人的好奇心 或是只看中耶稣 致病神迹的能力而已 耶稣当要在这些神迹的故事 医治的故事里 耶稣要那个人能够讲出来 是期待透过他们这样的见证 坚定他们的信心 更加爱上帝 将荣耀归给神 也希望那些被医治的人 他能够产生灵性上的 一些的改变 所以因此这样耶稣鼓励 血肉的妇人要讲出来 他有机会被这个群体来容纳 有机会重新看待自己是一个 什么样的角色 而不是偷偷的来 偷偷的回去 但是在那一种神迹奇事里 如果只是为了看热闹的 耶稣就把这些来退去 祝福他们 告诉他们不要去传讲 今天透过刚刚这样一个 三明治的结构 是不是帮助我们看这一段 不是很长的经文里 以后在看的时候 可以多看到一些 原来这个作者要讲的 让我们多了解他的意图 看见耶稣愿意帮助 那些在不同处境中的女性 在这个叙事的故事里面 好像看到在一个社群里 不同的两级的人 年纪上的差别 可能在经济环境上的差别 可能在一个有很多人 关心他的这个宝贝的女儿 跟一个可能大家很隔着他 不知道怎么办在边缘的人 当他们女性的这样的需求 灵性的关顾 信仰上的挑战 耶稣都听见了 耶稣同样没有差别的 对他们说 女孩 女儿 你的信救了你 女儿 起来吧 他们将各样的需要 带到主耶稣的面前 而耶稣都陪伴一致 也让我们现代的女性里 我们灵性上的需要 或生活上面各样的压力 这样的需要 也可以用这样的信心的眼光 跟态度跟行动 将这样的需要带到耶稣的面前 同时这段经文也让我们看见 信心道路上彼此互相的陪伴 必定能够兼顾我们的信心 人的信心有时候看着环境 看着个人或是内心的状况 会起起落落 但我们看见 这两个故事里的信心 因着一个信心增强到另外一个地方来 牧师要问我们当中的姐妹们 你们是否愿意成为一个信心彼此陪伴的好姐妹呢 会特别这样问是 教会当中很多都是姐妹 但你有没有在教会里找到你的好姐妹呢 当然不是说我们的女性的姐妹们 姐妹们不能有什么哥良好的这些 男生的属灵的伙伴 但是姐妹们 你们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你们的好姐妹 是能够更聆听能够体验了解 在你生命不同的阶段里面所遇到的 外在这个社会给你们的压力 有时候男生没有办法 真的能够听进去或是了解 或是邀请看看我们当中 一些比较资深的基督徒的姐妹们 看看你周围这些的姐妹 那些比你年轻的 有可能是刚受洗不久的姐妹们 有可能是她们正面对工作上的压力 生命中不同的阶段 或是女性当中有些怀孕 有些刚结婚 怎么样跟婆媳的关系 有许多许多的事情在这当中 或是职场上的一些的困扰的事情 你们是否成为彼此的好姐妹 或是神呼召我们当中的一些姐妹们 能够成为一个这样陪伴的人 牧师发现我自己在讲之前 讲属灵的伙伴或什么 因为我的经验 我想到都是辅导的哥哥 因为我的经验中就是这样 但是我发现姐妹们 其实有一些的机会比我们还多 因为上礼拜像我们去参加 那个画展的五六七的这个绘画小组的 画展的那个分享礼 姐妹们她们她们有几位上去分享说 和平教会有些是社区的人参与 她说这是我生命中这个阶段里很棒的 每个礼拜三的这个时段 早上九点钟就到教会来 我们不是马上来就开始画图 我们会聊天然后准备东西 然后把要吃的东西拿出来大家分享 然后画一画中午时间到了 就去中午一起去共餐 还没有结束 然后再上来再继续画 可以在这里待一整天 然后一起做一些事情 有时候分享一些自己不错的食品 或什么 有时候还有一点小小的团购 大家有一种很美好的幸福感 我在听的时候都在想 哇 男生好像很少有这种机会 你们可以好好弄弄指甲 绑绑头发 然后讲讲东西 然后就可以 进入那个倾听的境界跟环境里 可能对我们男生来说 有点困难 但是不是我们的好姐妹们 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环境 跟这样的群体 不只是谈论这些事情 或是有一些共通的兴趣 更成为信仰上能够彼此陪伴的好伙伴 在这当中 前几天 牧师也收到一个line的问我 他说牧师 你这几次都讲到属灵的伙伴 鼓励大家在教会里找到伙伴 他说那属灵伙伴要聊些什么啊 我们是聊个人的生活点滴 还是有必要加入一些教义的交流呢 这是那位姐妹问我的话 我在想感谢神 因这这样我们可以开始来思想 那伙伴到底要做什么 我跟他分享 牧师感谢神在成为牧师这几年 有这样的牧师的朋友 我们一个月约一次 然后找个地方 一起来做彼此带导 大多都在咖啡馆 然后轮流请客 所以也没有什么样的负担 然后在当中 就彼此分享自己 最近牧会的生活上的需要 家人还有可能教会的一些事工 因为同样是牧师他知道 然后有些的带导 彼此这样的分享 也寻求神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的心意 虽然平常没有那么长的联络 但常常会知道这样的过 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见面 可以在那里分享 有段时间我们一起读一些书 想说只谈这些以外 我们要读一些从圣经的角度 来看教会的治理 还有一些管理上面的书 我们就一起读书 然后分享 然后把跟教会的生活的一些的经历做讨论 借着这样好几年的生活的 一个月见一次面的方式里面 我们可以越倾听 然后也可以越敞开 越多可以谈的 最后有大家彼此说 有什么需要带导的事情 我们就一起带导 然后就结束 真的没有刻意谈什么教义 也没有那种好像彼此要互相 谁幕会的教会 人多人少 或是有什么样 男生跟男生之间 有时候偶尔会有一种感觉 感觉在那个过程里面没有 但我想在那当中 如果在属灵的伙伴里的一个 特别要避免的 是不要把所听到的 去跟别人随便讲 要是你的属灵伙伴听见 我跟他很内心掏心掏肺 想分享带导的事情 却在透过别人眼中的话里说 谁跟你说你有什么事情 如果那是你很珍惜 不希望那么多人知道的 因着这样的事情 可能有很大的亏损 因为信仰 信任是需要时间来培养的 而把一个彼此之间的信任 信任的关系破坏有时候很快 甚至没有办法那么容易来恢复 牧师就跟他分享 其实有今天 借着机会跟大家分享 或许有时候在主日的时候 可以约时间 不用不见得每周都有 但是可以有一段时间来讨论 彼此祷告跟关心 或有可能在另外约的时间 一起来进行 牧师真期待在和平教会当中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 没有一个人是自己孤独的 他不只来这里为着要亲近神 紧紧抓住耶稣 他还可以在这里找到朋友 找到伙伴 借着彼此互相的帮补跟关心 那是教会生活美好很重要的一部分 鼓励我们当中的姐妹们 能够成为那样的角色 成为属灵的大姐姐 或属灵的大哥哥 不一定要成为属灵的大鸡头啊 因为大鸡头啊这个词好像 就比较是那个收取保护会的那一种 或是要成为一个 但是大姐姐跟这样的姐妹的关系 最后要化成默想跟行动 有两件事情我们可以来做 第一个是当中提到敬拜 敬拜需要预备 也需要将这样的预备化成具体的行动 让我们效法那血肉的妇人 如同他那么渴望摸着耶稣 抓住耶稣 我们将我们的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来 也如同他述说耶稣在他生命中奇妙的作为 我们对于敬拜 可以怎么样化成具体的行动 第二就是刚刚提到的 能够在这属灵的家庭当中找到伙伴 承担成为一个属灵的大姐姐 如果有好好珍惜这样的机会 可能在你的团契小组群体当中 进一步来成为这样的好的伙伴 甚至就是可以约时间 除了教会以外的时间 还可以来这样的分享祷告 如果还没有 我们在祷告中求神 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真渴望和平教会的每一位 没有那孤单在这里 说到天上的时候 我也是和平教会的一员 你也在那里 原来你也在那里 我们渴望在这里 大家都有更多更多同走天路的伙伴 我们一起来祷告 有一点时间安静 牧师邀请我们为自己来祷告 那位血肉妇人 他的生命经历 怎么样成为我们的帮助 是否渴望用什么样的心智 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 来敬拜他 是否渴望找到属灵的伙伴 我们为自己来祷告 我们为自己来祷告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自己 是何等的不堪 但是主 你看我们为宝贵 你渴望我们 能够将需要带到主你的面前 你请听你医治 甚至那个医治超出我们所求所向 亲爱的天父爸爸 我们再次将和平教会 每一位弟兄姐妹 大大小小老老少少 都带到主你的面前 让我们在这属灵的大家庭中 能够一起同心来敬拜 我们预备自己要来这里 每个礼拜都是一个 能够在主面前敬拜你的时光 我们渴望在这里 有更多更多属灵的同伴 在属灵的大哥哥 大姐姐 属灵的阿姨 属灵的奶奶 求主保守引领 因着这样 我们的生命会更加丰富 而天父爸爸你在天上 会满满的喜悦 求主带领帮助我们 求圣灵带领我们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如果你现在像一颗珍珠被放在耶稣的手上 你觉得这颗珍珠是什么样子 上面有很多的斑点吗 或者你是一颗好像已经快要碎掉的珍珠 还是你是被上帝的爱医治磨亮的珍珠 我们都是他的掌上明珠 邀请你从座位上起立 我们透过这首诗歌来回应他 不再是看见我们自己的 不再是看见我们的误会 而是看见他的印记 我看见上帝的印记 我提见上帝的旨意 我愿意服服敬拜你 我愿意各物送养你 一切都是你的美意 从此不再有心无力 求主此下留来玉米 以你我指甲来美地 我看见上帝的印记 我听见上帝的旨意 我愿意服服敬拜你 我愿意各物送养你 一切都是你的美意 从此不再有心无力 求主此下留来玉米 引领我指甲来美地 主啊我是你的 将生明珠 大海里沉睡的珍珠 虽然经过流来之谷 在旷野里的梦交述 在旷野里的梦交述 主啊我是你的 将生明珠 大海里苏醒的珍珠 我愿拥挤我的全部 真心所愿 真心所愿 旦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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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你心里面真的有好大的渴慕 今天你来这里 一个半小时快要过去了 你觉得你心中 那个渴有被处满足吗 如果还没有 我邀请你不要只是 这是我们尝试好不好 我们就像耶稣跟那个妇人讲的 其实他本来想 我偷偷的摸就好了 但是耶稣说出来 把你的需要说出来 把你的需要摊出来 我们开口向神祷告 向耶稣表明我们心中的渴慕 我们尝试一次 把你的祷告 用大一点的声音祷告出来 我们来呼求说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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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向祂祷告我们的 心中的渴慕 我们一起呼求三声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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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就来祷告 好 预备 来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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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祷告 主啊 我们仰望你 主啊 试着把我们的需要 带到你的面前来 主啊 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 主啊 你看见我们内心 那边真实的状况 主啊 我们或许就像 那个失望心里 那个血肉的附近 我们没有办法念知自己 主啊 还是知道自己 没有办法就自己 主啊 还是知道自己 没有办法让我自己改变 主啊 我真是需要你的力量 主啊 还是知道自己 来改变我 跟主啊 主啊 使得求你的保守带领 主啊 让我们比较为 每一个弟兄姐妹 在真的在他们面前的那个可遇 现在上帝求你来带领 主啊 使得主啊 在你面前 主啊 使得主啊 主啊 使得主啊 承认我现在有你的力量 改变不了自己 我改变不了自己 我一直不了自己 主啊 我做不到 主啊 但祢帮助我 让我们能够在那里面 祝得到 祝我们向祢祷告 祝我们向祢摩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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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第二个祷告 来祷告 让我们不要再只是孤单的来 孤单的离开 真的 也许待会就坐下来 礼拜结束 你旁边也许有一个姐妹 就是可以跟你一起分享的 你旁边也许就是一个属灵同伴 可以一起约着下去吃饭 我们一起祷告 求主让我们不要做孤单的珍珠 我们是珍珠 但我们不要做沉睡的珍珠 我们求主让我们苏醒 使我们能够苏醒 跟着我们的属灵伙伴一起前行 所以我们祷告 求主让我们真的有属灵的伙伴 不再做孤单的人 同声来祷告 是的 主啊 谢谢您 让我们在过去的建议当中 有一些属灵的伙伴承受住 或主啊 在面对一些任何挑战的决定的时候 就有属灵不单 或主啊 让你在教会当中 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有找到 主啊属灵的伙伴 让圣大家就有一次一次到你 或主啊 求你的纪念 或主啊 有一次当中 开启一些的机会 开启一些的谈话 或父神啊 在信心的道路上 或父神 你亲自带领 我相信那是一个很美好的事 我们要再邀请各位 我们用我们敞开的心 用我们苏醒的灵 再次来唱这首诗歌 我看见 我看见上帝的印记 我听见上帝的指引 我愿意服服敬拜祢 我愿意更不重要祢 一切都是祢的美影 一切都是祢的美影 从此不再有喜无意 从此不再有喜无意 求主此下流来雨影 因祢我之家那美的 主啊 主啊我是祢的掌上民主 大海里沉睡的珍珠 虽然经过流泪滋骨 在旷野里的梦救赎 主啊我是祢的掌上民主 大海里苏醒的珍珠 在旷野里的梦救赎 主啊我是祢的掌上民主 大海里苏醒的掌上民主 大海里苏醒的珍珠 我愿意更不重要祢 我愿意更不重要祢 江湖的掌上民主 我愿意更不重要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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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的掌上民主 大海里初心的珍珠 我也有尽我的全部 真心所愿 但但幸福 最后一次我们在一起唱 我们都是主的掌上民主 我是你的掌上民主 大海里沉睡的珍珠 虽然经过流泪之骨 在旷野里的梦救赎 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民主 大海里初心的珍珠 我也有尽我的全部 真心所愿 但但幸福 主是的 我们向你承认 主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像沉睡的珍珠 我们忘了我们在你里面是被救赎的 我们忘了你已经为我们流出宝血 我们忘了你已经把我们的名字刻在你的手掌心上 谢谢你 今天透过牧师的信息 你再次的提醒我们 不论是换了十二年血漏 已经成为边缘人的那个妇女 或者是已经奄奄一席的那个十二岁的少女 主啊你都没有忘记我们 主啊你都没有忘记我们 我们每个人的名字都被你记得 我们每个人的需要都被你听见 也被你看见 也被你回应了 主啊我们不是渺小的 主啊我们更不是微不足道的 甚至主孩子特别要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姐妹 甚至被父母亲认为是一文不值的 甚至有些父母亲还曾经说过 你这个没有用的女儿 主啊我们要奉主的名说 今天这些都要过去 主我们不再是 我们不再是廉价品 我们不再是假货 我们是真真实实的珍珠 我们是你长上明珠 我们是被你真爱的珍珠 是在大海里经过熬练 是在患难里经过淬炼 是经过泪水 经过叹息 却要为你发光 彰显你荣耀的珍珠 谢谢你 不只是姐妹 每一个弟兄 我们都是你的长上明珠 愿你今天帮助我们 不仅在这里领受你的爱 我们也将这份光 这份苏醒 这份荣耀 带到我们的生活里 愿让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 祷告奉耶稣的圣灵 阿们 我们仍然站立 请牧师助导 从神来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与圣灵的感动 让我们在场每一位 神掌上的明珠出去发光 为主做见证 从这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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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我们今天的礼拜到这里结束 如果你有需要的 可以到秦美兰 有牧师或长老为你祷告 请坐 请坐 请坐